民視他既先前先把周玉寇所主持的 《辣新聞152》的節目 取消在民視新聞台的聯播之後 在昨天晚間又有了新的動作 而且又是在幫周玉寇收拾善後 我們來看到的這個是媒體人周玉寇 他最近平達蔣萬安的聲勢 而且日前他就在民視《辣新聞》的節目當中 就有暗指蔣萬安不去捐血 為什麼他不去捐血呢 因為周玉寇他認為蔣萬安不捐血 是因為害怕被驗血 結果這件事情就被民眾到NCC來檢舉了 整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來看到民視昨天的最新的聲明 他說2022年在9月15號 《辣新聞152》節目 在民視台灣台播出的內容 主持人周玉寇提到蔣萬安不去捐血 這件事情並不是事實 而且經過查證蔣萬安委員曾經在2022年6月5號的上午 就在士林響應捐血活動 所以這一次民視認了 針對主持人周玉寇發言失誤 造成閱聽人的誤解特此更正來以正式聽 好 我們現在對這一民視的聲明 在對上周玉寇自己在節目上面講說 我講的哪一句話不是事實 好 現在呢 完全就是被民視給打臉了嘛 什麼叫蔣萬安不去捐血 就擺在眼前了嘛 6月5號早上就在捐血啊 所以蔣萬安有不捐血嗎 請問Jory Cole 你講的這一件事情是事實嗎 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網友怎麼回應 網友就說 現在這些名嘴都藉著媒體平台來毀人民譽 然後最後呢 怎麼樣 媒體輕描淡寫的發一下聲明 更正 然後就結案了嗎 你的社會責任 媒體良心是被狗吃了嗎 重點是這一些言論是你的主持人講出來的 那評論就好了 評論也沒有關係 但問題是為什麼要指出到這種不實的言論呢 再來我們來看到中天 網友就說中天之前針對幼農的口誤 馬上更正 結果NCC罰了多少錢 罰了100萬 然後呢 這一件事情 從9月15號到昨天民視才發聲明 等於說民視這個案例晚了15天才更正 請問你NCC要不要罰100萬 要不要 我們可以看到之前NCC也是這幾天 對於周日寇 他在中二選區補選的不實言論 在節目上只開罰了40萬 你對比中天這樣子幾百萬 幾千萬這樣子罰 是不是對辣新聞就罰這麼輕 又是一種我是綠油油的關係 所以我就罰得輕嗎 然後呢 再來我們來看到網友還說呢 民視就是因為害怕被撤照和罰款 才會發布更正聲明吧 所以可以看到呢 從民視在過去這個張淑娟的案子 發生之後先取消聯播 接下來呢又幫這個周日寇發這個道歉聲明 看起來是一步一步的想要來跟周日寇切割嗎 而且周日寇現在呢是請假到10月10號 所以他在10月10號之後 真的能夠回來到民視繼續主持 辣新聞節目嗎 這個部分大家都是在等著看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他說什麼 周日寇的事件 社會已經做了定論 社會也會給NCC壓力 是要用同樣的標準來處理 等於說呢 你怎麼處理中天 你應該就應該要怎麼樣處理民視嗎 但是呢 你要一時半刻做裁定 確實也是困難 可是也不能拖 因為社會都在盯 大家在盯什麼 大家都在盯周日寇 他是在節目上面 怎麼樣去攻擊蔣萬安的身世 怎麼樣子來把蔣萬安他的爸爸 蔣孝妍父親過去的非文案件抓出來 甚至還直指女主角就是誰 張淑娟女士 讓張淑娟奮而提告 所以呢 NCC的主委陳耀祥 他在昨天接受這個媒體的追問 他說呢 周日寇節目的檢舉案 到了29號的下午 已經累計了123件 那媒體繼續就問他 所以這些案件的處理的時間點 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陳耀祥沒有給出一個正確的明確的時間點 他只說什麼 目前會依照相關的SOP處理 那對比王世堅說不要拖 然後你說按照SOP的規定 依法處理 請問NCC你又要處理多久了呢 好 那麼再針對呢 這個部分 我們在今天一早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連線給這個桃園中立選區的議員 參選人毛家信 毛哥早安 陳佑早安 大家早 毛哥 毛哥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一次整個民視 我們前面有提到嘛 他先針對這個張淑娟的案件 然後先取消周日寇 他的辣新聞在民視新聞台的聯播 接著呢 又發出了這個聲明 就是確認了周日寇 在節目上面的言論內容不實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聲明 是隔了15天耶 為什麼要隔15天 隔這麼久 以及取消聯播這件事情 到底又對這個周日寇 民視跟周日寇之間的關係 又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呢 是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說為什麼民視跟NCC啊 對於周日寇的事情 要這樣拖了15天 才有好像一點點回應的感覺 因為他們當然是死凹到底啊 他們有一點錯 或是他們講話攻擊了誰 他們通常的做法就是打到底 死不認錯 這一次有一點認錯 是為什麼 因為整個社會炸了 整個社會炸掉了 民進黨陳時中 幾乎已經就被這個周玉寇啊 周女士啊 弄成這個玉石巨焚了 已經毀掉了整個民進黨的選情之後呢 他們才出來講的不痛不癢的 這些所謂的更正 或是修正 或是有一點要道歉 然後NCC才假裝要處理啊 當時民進黨在圍剿 對他 他覺得不利的言論 可是實際上是大實話 每個人都知道的那些狀況的時候 他用的方法是什麼 是把中天新聞台關掉啊 他今天民進黨會用他自己的標準 去看看說他們怎麼處理別人 那該不該清理家門嗎 民進黨不幹這種事的 民進黨一向是用 這個要求聖人的標準去要求別人 但是是用自己這個賊人的態度 來看待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 好像都很應該 周玉寇 我們不要講太遠 真的這個人慶竹難輸 周玉寇他為什麼現在會消失 前兩天我跟蒋秋 王蒋秋在聊這個事情的時候 結果早上我就跟蒋秋講 我覺得啦 因為陳時中整個效應 民進黨現在開始崩盤的狀況 周玉寇會被消失 被消失呢 也不是說我講得多準 而是他們整個叫罵的部隊 民進黨的口部隊 專門負責出來叫罵抹黑 丟髒水丟大便的 的民進黨的那個叫罵部隊 現在正在做序列的轉換 戰鬥序列的轉換 因為他們現在要開始嚴肅的 面對這個很多縣市 從一開始林志堅 鄭運鵬 鄭文燦到現在周玉寇的整個大樓子 他已經讓大家知道民進黨必須轉換他的這個叫罵的戰鬥序列 那我就做了這個預測說他的節目可能會被消失 就當天大家就看到了他在這個民視新聞台的這個聯播呢就被拿掉 然後周玉寇呢就請假 就請假說暫時要到這個10月10號之後才會再出現 我是覺得啦民進黨趕快 你們要花多少資源 讓周玉寇出國去度個假 讓周玉寇暫時不見 不要在廣播 不要在這個電視上面再出現 又勾起大家那個整個回憶 你民進黨就完蛋了 你就讓他出國去度個假 然後他選完以後再回來 還是怎麼樣的 民進黨已經在幹這個事情了 民進黨知道說 他們在做損害控管跟清理戰場的那個速度 大家是要佩服民進黨打選戰 那種殘忍跟那種真的殺法決斷是很明快的那個tempo 他們現在就這樣處理周玉寇 然後大家也理應外合的在說 好啦 所以周玉寇先消失一下 周玉寇最好不要再出現了 以免這個保送了誰又保送了誰 這是真的 周玉寇他如果不信 我最希望是來我們桃園 周玉寇真的你不信的話你就來桃園 大家看看會怎麼樣給你打破啊 你就看看周玉寇只要站到鄭運棚旁邊 講他對沈慧弘 講他對陳時中的那種讚美 那個讚美是什麼 就是喜歡周玉寇的都要投給沈慧弘 喜歡周玉寇的都要投給陳時中 你只要來我們桃園中立 講這個話你看看 我保證鄭運棚就可以再見 今天民進黨讓整個社會討厭 就是說周玉寇是他們的一個縮影 周玉寇代表的是民進黨那種尖酸 刻薄甚至惡毒還有造謠抹黑的整個力量 在台灣已經這幾年把我們拉得太沉淪 大家都已經生活過的苦不堪言的時候 你政府不但不去想辦法改變這個生活 而你所屬的媒體 跟大家知道民事跟民進黨的崛起 還有壯大是密不可分的 包括他一開始要怎麼突破蔡同榮也好 或是他們其他的原始股東 怎麼去跟李登輝那些人做溝通做協商 然後讓民事產生 然後又變成無限台 然後無限台之後呢 民事又不斷的擴張 包括他怎麼樣在民進黨裡面 還可以安插什麼中常委 到後來他一直有什麼立委 怎麼樣這些的狀況 民事的茁壯跟民進黨密不可分 這個我想在台灣大家都心知肚明 尤其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甚至你說在蔡英文上台之後 這兩年三例變得比較紅 變得比較嗆辣 那民事當然也要翻了 這為什麼大家還會去 有個民進黨私底下再打去 這個現在民進黨的中央電視臺第一臺 民進黨的央視一臺 到底是三例還是民事類 這有時候你就看到整個惡性循環 跟他們要爭相去取寵 要討蔡英文官愛的眼神 那種噁心的狀況 在民進黨裡面真是越演越烈 而且大家還要加 你本來是小辣的 現在被加成中辣大辣超辣 周遇寇就是個中代表 我們預測大膽的預測 周遇寇會被消失到選舉以後 對所以我們剛剛特別聽到 現在周遇寇整個人身影 雖然說身影要到10月10號嗎 還是說11月26號又繼續身影了呢 而且現在剛剛毛哥也特別講到一個 我真的是一直笑 說台北不歡迎周遇寇 沒關係桃園歡迎周遇寇 而且呢就是跟鄭裕鵬站在一起 也非常的讚 海荒鮑魚干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 714 享有折扣喔